是 一定是 一定要选一个我比较喜欢的话 我想选爱琳 就是我比较喜欢这种精灵的设定 它的外形然后就是飞来飞去的很可爱 然后它的声音也是比较软 就整个就非常戳我 因为我私底下比较像吧 就是对外比较受恐 但自己的话就会就是自嗨型的那种 就有点古灵精怪的 第一次画王者的时候就是 跟朋友一起打游戏 就天天打王者 我就想为什么我就不能画一下王者呢 说话就画 然后马上画了之后 发上去然后那第一条就爆掉了 其实我的灵感来源 除了跟就是英雄本身相关的话 我还是会结合一下自己的兴趣爱好 两个喜欢的东西结合在一起 去进行一个创作 比如说我喜欢看女团选秀 然后我就出女团系列 这个过程是让我觉得非常享受和满足的 就是我相当于已经在这个过程中汲取了能量 我想引用貂蝉的一句话 华与又漂亮的生存到最后 就是花花这一路有坎坎也有鲜花 然后我就希望我能够每一步就是尽自己的权利 可以做到最好 走得坚实又漂亮 然后可以坚持到最后 差不多玩王子荣耀从2016年底 帅8年了 刚好那个时候有一个我很喜欢的男孩子 就很想了解他 所以也去接触了王子荣耀 并没有因为玩了游戏就是主动跟他说话 反而是迷上了游戏 凤秋皇上线了之后 当时真的一眼就被凤秋皇经验到了 开始慢慢地对游戏感兴趣 坚持玩下去 一直到现在 成为了一个比较资深的王子荣耀玩家 我觉得本命英雄的话 其实会有两种说法吧 一种就是玩得最多的 最顺手的 还有一种就是最喜欢的 我觉得我对李白的感觉的话 可能是最喜欢的 因为王子荣耀 尤其是李白 认识了很多同样喜欢李白的朋友 他们可能有些是擅长给李白创作 比如绘画呀 给他写那种同人文啊 有十几个小伙伴一起自己来策划为李白做一次专属的同人周边 我觉得那次真的是印象非常深刻 我很喜欢一个角色去为他学习一些沟通呀 或者是为他学习一些简单的设计呀 剪辑呀 我的父亲他也会觉得这样挺好的 所以我的房间基本上都是摆满了李白的周边 他有的时候真的是指引我做某件事的动力 我想去为他做一些产出 能够吸引其他人一起来喜欢他的作品 所以粉丝朋友的认可 对我来说都是一种质疑 来来来来 走走走走我先闪我先闪我先闪 走走你别别管我 我来了你往后撤一点我来了我来了 走走走走走走 快走 他跑了他跑了 你准备挂尸 你要红巴腹不 要啊 来拿呗 因为他在学习的时候我也没有陪伴他妈 工地打工去了 他一个人在家上学 我跟他沟通的话都是从那个 coco聊天啊或者怎样 这些来沟通 有一天他就上下班回来就跟我讲 他说有 妈妈有一款游戏特别好玩 他说我带你一起玩吧 哎呦 拉股行我都看不清楚 这样子 哎呦 三三 哈哈哈哈 我赢了 耶 要做什么事情我就要把它做好 你在游戏中的时候我就会融入到那个角色中去 生活中也是这样 我做什么事情我就想想妈做好 那一年那个重阳急 我来说妈 哎这不急了 你要一个啥东西 然后我就说 有一个线上的一种比赛嘛 我说那你带我去参加呗 你能行的话 你就带着我拿个奖呗 谁可以说一下 真的他就他就报名你知道吧 报了名 然后就带着我去参加 参加以后 然后就没想到 最大第一 想到没想到 确实就是那场比赛的话 真的是全力以赴在打 特别集中的精力 哎 就拿到第一 打游戏的时候就认识了一些老年朋友 我们平年都是在55岁以上 说打游戏以后 我们还私底下 我们还约着出去玩旅游呀 有的在我们四川呀 有的在上海呀这些 然后都互相邀请 然后来到我们家乡来玩 然后我们一起打游戏 我觉得这些都是 丰富了我们老年人的生活 大学毕业刚找工作 就听同事聊天就说 我们这有一个玩射手的女孩 特厉害 然后我就说 有女孩玩玩射手玩这么厉害吗 然后我当时就想 就是想看看接触一下嘛 恋爱期它就是追求 追求我老婆的一种手段 到以后的话可能就是维持我们俩 婚后幸福生活的一种方式 我们不会送礼物 但是有一个点就是我们会互相送送皮肤 自己这边买可能更便宜一些 但是我们为了彼此之间这个仪式感 会选择去送给对方 对可能这是一种比较奇怪的方式 但是我们一直这么做的 比较像去年刚出的 云云跟赵儿丹 对 就是女方比较勇敢 比较活泼的那种性格 男方就是比较安静 像你摸摸守护的那种类型 对 选老婆 后面有的时候为了 为了躲着兄弟打儿戏 也会偷偷隐身 跟对象一起开会 你俩是绿 我呀 现实里头是绿 现实 他呀 想对游戏打子说句话吧 你总是坑我 但是没有我你可怎么办呀 做小王的九周年快乐 希望我们在王中里面一直玩下去 我想对我的老婆说 不管以后多少年 我们都要一起打王者 是王里的一群在陪着我 以后不论你变成什么样子 你永远都是我的第一本名英雄 小乔 我希望你是峡谷里面 最强的女英雄 不要害怕老六 我最想对我的游戏搭子说 希望我们可以一直玩下去 喂 我爱你 你能听到吗 希望 我们还能一起打王者 打五十九年 你说话我就当你我用了 好吧 生活生活 咱们已经有大半年没有一起在一起打游戏了 这么多年咱们也没有在一起玩游戏了 我一直在练敌人节和后裔 现在还在等你 等你回归 咱们一起接着打双牌 因为很多原因就已经不算王者了 但是在这里面我还想告诉他 我会一直在这里等着他 我会一直在练敌人节 爱你小王 下次再拿那些不会的英雄坑我试试看的 希望在游戏跟生活上都顺行顺利 怪不得不找我玩了 原来掉飞掉太快了 加一加一加一 一直开飞 一直开带我飞 以后要多多带我飞哦 射手别往前走 在家行跑的后我杀了你 希望你能在王者荣十周年的时候 在自己喜欢的辅助手上 拿到更高的成就 下次再一起打王者哦 希望他们不论是在游戏中 还是生活中 都能实现自己的家庭 我们江湖再见 下次一定会赢的 有机会我们再一起开黑 回来一起开黑啊 我还在等你啊 我还在王者荣里面等着你们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